医生 如果你们能联系 让我老公 可不可以告诉他 无论如何 都要坚持到看到宝宝 这什么意思啊 我真的还怕他坚持不住 你坚强一点 他会来的 手术马上开始了 马赛 快 放松 怎么这么慢啊 我都被你当过手术了 你腿软什么 又不是你做手术 快点 老子 老子 急诊 叫急诊医生 急诊医生 叫急诊 卡管 身炎不好 家属呢 他家属在手术室 老不要生孩子了 既有我们病史知道吗 不知道 请我打家属 快 好 是个男孩 还是挺健康的 接下来是块硬骨娘 先把残交子宫取得了 天主任 树卵管 是不是跟残交子宫 粘连了 看来是做了功课了 还好提前要介入过 做了双醋子宫 冻脉胜塞 违递着大出血 但是分离的难度 还是非常大 最好不要上海书乱馆 我再试试 先住 过来 太难了 这为了孩子 这么做风险太大了 他应该早点做手术就好了 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隐痛 根据医学做的最好的判断 当然是好的 但如果有人用命来搏 完成闻神 对于医生最大的考验就是 在接受的情况下 做出最容易的选择 这是医生的使命 好 分离了 还好 说让女人乱超 都保住 田淳 你手太快了 他以后再要孩子 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以后你们也要好好练习 多保住几个子宫 因为子宫 对于医人来讲 太重要了 肚体和家属他们怎么还能到 一二三准备立床 密 cool 密伤 密闯 密伤 密 civil 密伤 你 阿姨 您没吃饭 您不能乱动 妈 您怎么不吃饭呢 您这样 麻烦心里多难受 他没告诉我一声就走了 他会难受 妈 麻烦很爱您和老爸 也很爱我 他早就查出许矮了 许矮 什么时候的事 前年 他刚查出来那会儿 说要跟我离婚 我说不行 你必须给我留一个孩子 那时候爸想生二胎 他说 一定要让妈再生一个 不然等他走了 妈就会跟着走 他想让妈妈好好活下去 这两年 他一边花梁 一边照顾家里 我们遗产七快到的时候 他突然跟我说 他挣不住了 但他还是家大计量 使劲坚持着 像要活着看着孩子出生 妈 我没跟你们说这件事 是怕你们受不了 我只能自己憋着 我心里难受啊 我生气 不是因为你们生二胎 而是把他生病这件事 我一点都没有办法 我也不能跟你们生了 好孩子 你好好吃饭 好好养大小叔子 马赞没有走 马赞心跳停止 是十一点二十八分 小叔子出生 是十一点二十九分 马赞他又重新回来 做您的儿子了 妈 您好好的